你好,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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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歡迎來到晨曼第一線 不好意思,今天早上遲了,希望大家幫忙,不要見怪 點贊,訂閱和分享 大家看過的訂閱狀況,幫我分享一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也希望大家幫幫忙把直播節目和致錄分享出去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第一件事是突發消息 這件事是英國炮製間諜案 這個炮製間諜案是牽涉到三個自己做私邦生意的人員 一個叫袁先生,另一個叫蔚智良 另一個叫Mathieu Tricket 袁先生,他的口供 有些人說,你知吹什麼?他自己說的 他說是幫人收帳的 他說他是幫人收帳的,這是什麼涉港間諜案 有些東西其實,是不是真的涉港間諜案呢? 那個袁松彪,他是自己接了私邦生意的 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是 那麼,一個37歲的Mathieu Tricket 本來他是英國內政部的移民部的 他上個星期出庭的時候被控違反英國國安法 那麼,泰吾士河谷的警察就公佈了 在星期天的時候公佈了 那麼,他就在Madenhead 的公園那裡 在Berkshire 的公園那裡 星期天的時候發現了他的屍體 那麼,根據泰吾士河谷的警察的說法 就是他的死亡是不明原因 那麼,適當的時候就會進行驗屍的 這個他們已經說了 那件事是什麼時候發現的呢? 他就是英國下令時間,星期日 下午5點15分 發現了的時候,警察就趕到 這個Madenhead 的Granford Park 那麼,這個Mathieu Tricket 就是在那裡被人發現的 那麼,其實他就接受了緊急治療 其實去到的時候他還沒死的 Emergency treatment 到了的時候 根據他們的警察公佈 但是呢,在現場呢 就被宣佈死亡 Pronounce that at the scene 那麼,星期二的晚上 在那個公園的中心一個警戒區裡面 現在就可以看到一個黑色的法衣帳篷 那麼,這個公園周圍還有警察在那裡 那麼,現在,英國 這個泰吾士河谷的警察 他就說,禮拜天在公園那裡的人 就叫他們挺身而出 就是如果有任何訊息 禮拜天在這個公園那裡見得到的 就挺身而出 那麼,Mathieu Tricket 的家人 就出了一份聲明 那麼,他們就為失去了心愛的兒子 兄弟和家人 就哀悼 那麼,他們有補充的 如果媒體在這個困難時刻 尊重他們的私隱 就是他們就不聲感激了 就不要打擾他們的悲傷 那麼,Mathieu Tricket 他有律師的 他的律師就叫Julian Hayes 那麼,他就說 對這個消息感到很震驚 並且,就是盡我們所能支持他的家人 那麼,這個Mathieu Tricket 的背景也很有趣 其實之前我們有節目也說過 他就是在英國王家海軍陸戰隊 在那裡服役,試過服役六年 那麼,他之後就去了內政部 做一個Immigration Officer 那麼,這個就是移民官 或者你可以... 其實具體的他做什麼我不是很清楚 總之他的名字 直公佈都是說他做Immigration Officer Immigration Officer 有很多位置可以做的 不要緊,總之他在移民部 在移民局那裡做事 我當他是 那麼,這個Mathieu Tricket 自己就開了一檔 就是私邦生意 就叫MTR Consultancy 那麼,MTR Consultancy 就是做Security Consultant 這個就是... Security Firm 就是做安全顧問 那麼,上個星期 他其實就... 跟38歲的葦智良 以及63歲的袁松彪 就被指控協助香港情報部門做事 以及被指控是外國干預 就是英國國安法裡面的罪行 這個案子就說 就是2023年12月20日到5月2日期間 他們被指控同意進行 可能是外國情報部門提供實質協助的 資訊搜集、監視和欺詐行為 那麼,據報呢 在起訴書那裡有說的 他們在5月1日就強行進入一個英國的住宅那裡 那三個被告呢 他們在出庭的時候說話 只是認了自己的身份 就是他們認了自己是Mathieu Trickert 這個... 葦智良 以及袁松彪 他們自己確認了自己的身份 沒有抗辨 但是可以保釋 本來星期五呢 就在英國的中央刑事法院 即是這個... 叫Old Bailey 他那裡 本來就會出庭的 本來是 那在... 上個星期... 的... hearing 的時候呢 這個檢察官... Kashif Malik 他... 本來呢 就要求... 保護這個... Mathieu Trickert 就將他... 拘留的 其實... 本來... 本來... 其實... 這件事... 這個細節... 我都沒有留意 現在是... 他死了之後才說出來 因為Mathieu Trickert 他本來應該是要扣留的 這個... 檢察官... 控方是要求扣留他的 因為... 這個... 控方其實一早就已經說了 這個Mathieu Trickert 被指控之後呢 就試圖自殺 但是法院呢... 就沒有批准控方這個要求 他就被... 批准保釋的 那... 那... 警察現在... 現在呢... 他自己就自己查自己了 英國的警察 因為呢... 他有一個... Independent Office for Police Conduct 因為... 這個... Independent Office for Police Conduct 他就要知道 那些警察... 究竟做了什麼 因為警察呢... 其實是要... 跟... Mr Trickert 保持聯繫 因為他正在保釋 他定期要去警察報道的 去警局報道的 結果... 就... 現在死了 那... 有些人就覺得很鬼 就是... 剛才有網友都說 喂...很鬼啊... 這樣... 強姓就說為什麼死的是英國人 不是另外兩個是中國人呢? 又... 這個... 這個呢... 呃... 你很難... 很難... 可以解釋的 但是呢... 有一個合理解釋的 很難可以解釋得... 完美 但是呢... 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現在呢... 公佈出來的呢... 就是那個... Mathieu Trickert呢... 就是... 畏罪自殺的 他因為被人抓的時候 他已經想自殺了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解釋 但是他死了 對... 呃...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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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是... 好... 說是有的 實際執行很多事情 其實就是... Mathieu Trickert 你要看看這件事,如果死了,對哪些人最有利 死了,對其他兩個被告是有利的 其他兩個被告可以把事情推到他那裡 有很多人都說是滅口,我不敢這麼說 不過現在已經有些陰謀論 現在在英國那裡已經傳出陰謀論 這宗消息在BBC播出了一小時前 已經有人說了,有些人評論 看到香港和中國的強力部門做事 但BBC的報道也很持平 因為他有自殺前科,好像William說 他被捕之後想自殺 他被捕之後想自殺 你可以用兩個角度去看 要是被冤枉到要自殺,要是畏罪自殺 有不同的分析可以看這件事 不同的角度可以看這件事 現在有些人去看這件事 就是覺得是強力部門做事 有些人認為他自己畏罪 有些人認為他本身自殺 就是他本身有精神問題 Windsor馬洛拉就說 好像知道某些秘密滅口 好,他這個情況 他可能知道也很嚴重 他做C幫沒有報道上去 可能本身已經有問題 工作可能也沒有了 其實很多人不打工是沒有錢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 沒有辦法的 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Mac Mum說 每天都有陰謀論 我肚肚不上班都是陰謀 是啊,老闆會覺得你有陰謀 哈哈哈哈 證賺討論完就是黃絲台那邊 說他因為他太合作 那我不知道是怎樣的 衰藤經一就是另外兩個 沒有坐的民居不是大罪 是啊,還有 他現在這樣 就是欺負了 現在那些人為什麼會說 是強力部門做事 就算沒有也是強力部門 也要吃這隻死貓 因為那些其他兩個被告 可以把東西放進去 這個...什麼那裡 Mathieu Trigger那裡 那... 那... 無日凡星說 希望不會被人拿來大做文章 一定會的 現在已經被人大做文章了 其實 那Mum就說自殺就是自殺 有需要還是陰謀 其實是沒有需要的 他本身... 可能被人拘捕的時候 就知道很嚴重了 其實... 不是因為他犯了《國安法》很嚴重 而是他在做私邦生意那裡糟糕 我認為是 有人說你怎麼知道他做私邦 挺你的廢話 這些案情那裡有說的嘛 他有說到他是做私邦生意的嘛 連那個袁松彪也是私邦生意 那個韋智良也是私邦生意來的 其實有三個人做私邦生意 我的看法就是 這件事情絕對不關香港的 我個人的觀點 這個不代表本台立場 一定是 不關這個經貿辦的事 經貿辦呢 可能是受害者 經貿辦為什麼可能是受害者 有可能是假的 進入經貿辦的 為什麼這間公司會叫做MTR Consultancy 為什麼這麼像那些 可能是 我認為 可能是 跟特區政府有關的公司的名字 改到這麼遲 為什麼要這樣改呢 是不是為了避開 一些審查 那間公司的名字 我不知道韋智良那間公司叫什麼名字 但是韋智良那間公司又有 又有 名字很有趣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現在暫時拿不出那間公司的名字 那間公司的名字 他自己的 那間公司又開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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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保安公司又是那個名字 好像其他那些大公司的名字 哈哈哈哈 不是說笑的 真的是 我記得我看過 不過我遲些再找一找 其實這個 韋智良那間公司又是出資訊 給這個 ETO 但是ETO是直接給錢什麼的 是Batfield Tricket的 給MTR Consultancy 根據案情的說法就是 所以是不是 裡面有些東西 根本就是 專門改一些公司的名字 就好像香港的大公司的名字 讓那些 做帳戶的人照樣把錢放過去 是不是這樣 那麼 這個MTR Consultancy 他 這個人 他 究竟是 為什麼 要自殺 這個 我覺得可以很簡單的 他財困就可以自殺了 為什麼財困呢? 他自己搞私幫生意的工作 可能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麼 閉耳家人就說調查死因 就知道是不是自殺了 那麼 Winson 巴勒拉就說 雖然不關 但是葉劉好心做壞事呢? 我認為是不關的 那麼 強姓就說 我第一次聽到收數佬 因為收不到數 自殺 他不是收不到數 那麼簡單的 收數佬就是 誰? 是誰? 袁松彪才是收數佬 我現在請這個人去盯著債仔而已 其實就是 但是 正關分裂員就說 我也覺得香港是不知情 我認為 特區政府是不知道的 雖然 所以 葉劉 其實 葉劉 還有這個 那個叫什麼名字? 那個 之前做過保安局的屋罪 保安局局長 還要做 現在做議員的 李老美的阿叔 我都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他就說要政府去幫那個被告 李老美 就是幫助袁松彪 那個黎動國 主要是動國家的 這條陷糕 哈哈哈哈 哈哈 這個黎動國的屋罪 都是新民黨的 那麼 Fandom Wong就像MTR 那樣像以前地鐵那樣 現在地鐵也是叫MTR 哈哈 現在港鐵也是叫MTR 哈哈哈哈 英文也是叫MTR 所以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其實是 那麼Fandom就說 我反而很好奇 被追溯的女兒是什麼人 為什麼可以弄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 那條女兒也是奇怪的 那件事 不過那個惠智良 現在又有消息 其實那些消息 有些是很亂的 有些消息就說 那個惠智良 她是做 她是做 物業投資顧問的 她是 她的公司是物業投資顧問 哈哈哈哈 這個惠智良 哈哈 但是應該 真的 這個ETO 對付錢的戶口 就是MTR consultancy 那個戶口 應該是這樣 根據 另外一件事 這個惠智良 她有另外一間公司 叫D5 Security 大家要記得 這個 你聽到D5 現在要找回她的公司 叫什麼名字 其實有一間公司 叫D7 D7 Security 哈哈 如果我沒有記錯 在香港 如果我沒有記錯 哈哈 即是 所以 她強行過了 就看不到 哈哈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當然 我這樣說 可能你會覺得 你屈她的 我就 我不知道 現在看到的情況 好像是這樣 哈哈 你看看 香港還有另外一間 那些 保安公司 叫G4S 即是護衛那些 她特地 做得很像的 有數字 有英文 那麼 慢慢的 就過了 哈哈 就是這樣 那麼 查理英說 她收的那條數是很大 因為她穿了公司的櫃桶底 說那個阿姐 其實是有民事訴訟 那個其實是 蜥騰 那麼 風急又吹就說 G4S 蜥騰經一就說 那個女兒BNO 騙了億幾 有人這麼大方 不追嗎 其實 騙了億幾 你都未必追得到 問題就是 因為她走了 你明白嗎 那麼 強勝就說 那女兒是大公司老闆秘書和情人 穿她的櫃桶底走路 一定有的 一定有這些 不過不要緊 我講到這裡 其實 我到現在也是認為 根本 就是這三個人 她自己做私幫生意 不知怎麼樣 就令到 這個 柱英的 經貿辦 她那個會計部 就出了一些錢 給某些單據 那些單據 就是假的 我認為是這樣 這樣 因為你如果根據案情的起訴書去看 這個解釋是最合理的 還有 為什麼會自殺 其實一定是財困的 如果你本來有份工的 一個世人 有份工 在政府那裡打 他自己出來搞些私幫生意 結果 被人揭穿了 那份工沒有了 就是他在內政部那份工一定沒有了 這個是 合理的推斷 還有被人指控是犯國安法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在英國被人說犯國安法 之後其實是不用做的 他在英國是不用做的了 這個哥哥 他想不到搞私幫生意會 會惹到這麼大的問題 本來打算少少少私幫生意 好消息 又當過兵 做少少少私幫生意 有什麼問題 但是 我認為他一定沒有報給內政部 因為這一類型的私幫生意 一定不會被他做的 還有案情有些很奇怪的 就是用 Hotmail 他們的被告用Hotmail 把自己的私人Hotmail 把自己的事件 報給自己內政部的Email帳戶 好像是向內政部報備了 我的事情是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為資料做的 所以我告訴大家很嚴重 輝日人類命的共同體 就說 假設有一個警察 曬帕線做私幫 追訴被揭發 都可能畏罪自殺 在香港也會的 在香港也會的 如果你駝鐵 你走去做私幫 然後被人爆了出來 你都可能畏罪自殺 有什麼奇怪的 如果你的工作沒有了 你真的會 一輩子 還要一輩子沒得做的 其他事情 自殺也不奇怪 我講過事實 強性就是袁沙 這個做法可以叫他穿跪筒嗎 可以 我認為是可以的 因為他做私幫 然後 我不是說他一定是 不過最像就是 他是去追訴 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說他是幫朋友去追訴的 他幫朋友追訴 但是為什麼 幫朋友追訴的單位 為什麼會進去經貿辦呢 其實他就是用了經貿辦的保安的budget 去做私幫生意 所以超哥說不認識他 只是跟他拍過照 也是對的 我認為超哥是不認識他的 好了 算了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晚安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